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纾困到底有哪几大项目呢 我们为您盘整四大美国的新措施 但您看到的首先是这个9000亿的纾困案 有一部分的预算会集中在为小企业提供融资 因为在疫情之下资金方面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多充足的准备金的小企业 其实都在生存存亡之际 再来还要关注到的是 会提拨在学校以及疫苗的分发分配的资金 这也是先前拜登政府 不断在鼓吹的大家接种疫苗 希望可以达到群体免疫 还有再来看到 每个人可以拿到大约是600块美金的救济金 不过其实这样的救济金 是有排富条款的 多数民众可以直接领现金 但是如果是年收入在10万美金以上的 其实是不能领这600块美金的 不过就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这真的是耶诞节实实在在的礼物了 这9000亿美金的纾困案 全美民众除了可以拿到现金救济之外 很多家庭也会觉得这个纾困金像是及时雨 因为根据统计 南佛罗里达发现 每四个孩童就有一个人必须挨饿入睡 美国参众两院总算通过 众所期待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 这项近9000亿美元的纾困案中 包含向每位美国人发放600美元的支票 以及每周300美元为期11个礼拜的实业津贴 中小企业薪资补助等 但许多民众认为钱太少也给的太晚 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已经没钱买单餐 某州一处食物银行天还没亮 就有一堆人来排队零免费食物 根据统计 美国今年的免费粮食需求 比去年增加60% 南佛州甚至每五人中 就有一人需要粮食援助 其中四分之一的孩童得挨饿入睡 幸好新轮输困将暂缓驱逐令 延期到明年的一月底 民众暂时不用担心 会被房东赶出家门 TVN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纾困案通过之后 对于美国目前的中小企业来说 真的是及时雨 来看到其实现在美国 有四分之三的小企业 非常期待政府赶快施加援手 他们说需要政府来帮忙 不然可能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了 急需协助 不过小企业全部下去 同时飙升的就是美国的失业人口 而失业带来的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人民的贫困 来看到六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的疫情解封 美国的贫穷线的比率是9.3% 但是到了年底上个月 11月份的时候攀升到了11.7% 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现在目前美国 还有将近800万的新增贫困人口 这是60年以来贫困数据以来 最高的一年了 所以你可以显现疫情之下 冲击多少美国人的生活 有经济学家说 贫穷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很多企业撑不下去 很多人失业了 那么政府纾困金 其实补助从夏季解封之后 不断的锐减 非常多人的生活 其实是过不下去的 不过刚刚提到 这9千亿的美金 对于美国很多中小企业 还有民众来说 像是耶旦礼物 特别是可以支领600块的美金支票 美中300元的额外联邦救济金 但是这个法院 虽然在国会已经通过 还要等待美国总统川普来签署 但是川普却在推特上面发影片说 他不会签署这个法案 他觉得里头有一些预算过于腐烂 甚至说发600美金 太少了要调涨到2000美金 而且川普也再度批评 新冠的疫情是大陆的责任 这四分多钟的谈话 他更扬言说 搞不好下一任的政府还是他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直接把這個政策解除 然後把我送一個適合的策略 否則接下來的政府 會送一個新冠狀況 那些政府會是我 我們會完成 謝謝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李教授從剛剛川普的最新談話 他說他不願意簽署 覺得預算太腐爛 補助心太少太小氣 不過川普究竟是苦民所苦 還是他是想要給下任政府製造一些麻煩呢 其實這個東西 本來川普一直是希望在選舉前的時候 就可以通過了 那所以說他之前 甚至怪罪這個國會不運作 因為像這個眾議院就是民主黨掌握 那他認為是國會反而是在 之前在杯葛他 現在通過了 那當然通過了他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就是發的錢太少 因為畢竟現在他是總統 目前到目前為止他還是總統 那他甚至他最後提到說 誰知道下任是不是還是他是總統 所以他基本上 我認為講說2000塊這件事情 這個其實等於是在叫板 那因為他當然不希望現在 通過了這筆紓困金的credit 是落到拜登的手上 那不過話說回來 他等於是現在有點 有點在氣說國會這些 你應該是要早通過 只有你現在通過 現在通過的金額又不符合他的 他的預期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快的一個情緒性的反應 不過我不認為他不會簽這個法案 因為坦白講 對於很多的民眾來講 時間已經拖得很久了 從夏季第一波到現在 其實等於是大半年都沒有提供任何的援助 而現在疫情又在這個疫情又慢慢回來 疫情又更嚴重的這個時期 其實多少都是幾十餘 可是跟剛剛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採訪的片段 也有看到民眾當然還是錢少 畢竟第一波的時候是一個人發1200 那現在變成一個人只發600 所以川普剛剛講說 我希望說能夠發到2000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希望代表好像與民所苦一樣 就表示說我其實是希望發的更多的 是國會不願意給你 要把這個blame推到這個國會的頭上 不過就像我剛剛提到 其實現在疫情還是很艱困 美國的民眾還是很迫切的需要這一筆錢來過節 所以我認為他其實雖然說揚言會這個 會Veto這個案子 不過我覺得最後這個紓困案還是會過的 那麼宇教授從現在整體的經濟政策面看來 其實都有嗅到就是要刺激經濟來紓困這樣的意味 美國聯準會上週是要維持零利率 現在美國的國會又通過史上第二大的紓困案 未來拜登政府有人就說拼經濟還有防疫是最重要的 但也有人說這個紓困像您剛剛提到的 是不是來得太晚了 第一波在夏天 然後冬天才等到第二波 這會不會也凸顯了 其實拜登就任之後 輔會他要怎麼來平衡協調的引誘呢 這是一定的 所以說這個也讓大家的目光放在這個 1月份喬治亞州的這兩席的參議院選舉 因為現在民主黨當然雖然說 這次在眾議院的喜次並沒有增加 不過他們至少還是掌握了眾議院 那現在重點就在參議院 你看像這個 每一個國會的法案通過 其實都是需要參眾兩院 都願意通過的一個 同樣的法案 所以說同時掌握參眾兩院 其實對於民主黨對於拜登而言 當然還是最理想的一個狀態 那通常我們看到的情況是 雖然每一任總統在上台之前 通常都會有上台之後的一段時間 通常會有蜜月期 因為總統勝選了 那總統的聲望通常會很高 然後作為國會不見得說 通常在前100天都會 在蜜月期的時候 都會比較配合總統的gender 總統可能希望推什麼 那國會不會太嚴厲的杯葛 可是這次的選舉其實很特別 你看到現在為止 川普都還不願意認輸 共和黨其實某種程度 還是有很大一股力量 凝聚在川普後面 所以說蜜月期是不是會相當的短 其實我覺得蠻值得 蠻值得我們去觀察的 我會認為這次川普的這個政情 川普這個疫情 不管是就拜登上台之後 因為川普的這股勢力還在 他的蜜月期會相 拜登的蜜月期會相對而言會很短 這也就是現在的這個索困案 其實對於未來川普可能幾個月的施政 就會有很重要的影響 因為他不可能說他一上任之後就可以 他想要的推動的法案就是很快的通過 當然除了經濟以外 疫情其實對於拜登也是很重要 從民主黨的角度來看 民主黨的選民會認為疫情的防治 其實還是比經濟的問題來得更重要 那共和黨當然是相反的思維 這也就是為什麼選前的時候 川普其實都鼓勵大家要解封 絕對然後去責怪民主黨的州長 如果說民主黨州長這個封城封得太快 他永遠都是站在第一線反對 他希望說經濟能夠持續 這是川普的思維 這也是共和黨的思維 但是民主黨的主要 大概還是以防疫為第一優先 所以雖然經濟是很重要 可是以現在的疫情來看 對拜登而言 防疫還是最主要的 他首先需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經濟現在這樣子的 這個紓困方案對他而言 等於是墊了一個基石債 那會如果MEF又說的很短 那就可以更凸顯這一波的 這個9000億的 這筆錢對他 這個紓困基金對他而言 或是他剛上台的時候 稍微撐住他 美國經濟最主要的一個依據 不過現在美國總統川普距離下台 已經進入一個月的倒數了 在這最後的時刻 他再公布了一波特色名單 包括在通俄門當中調查做偽證的前進選幕僚 還有三名力挺他的共和黨的國會議員 這個特色名單洋洋灑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通俄門的相關人士 另外還要以證券詐7歲被起訴的 紐約州前眾議員柯林斯 這15個人通通都是川普的親信 他是用特色還有簡形獎勵 好像在鼓勵他的朋友和盟友 而還忙著他還要批評這個紓困法案 但其實川普現在特色的舉動引起大家的關注 想要繼續請教于教授的是 雖然川普他不願意宣布他要認輸 但是他似乎在把握最後的時間 運用他總統特赦的權利 而且完全不避險 我們想要請于教授帶我們來看 美國總統特赦權力有多大 是什麼樣的法源 川普這麼做都不用付出代價嗎 事實上美國總統在卸任前特赦 並不是說只有川普而已 這個本來就是總統的一個權利 只是說你用這樣的權利 是不是都是跟自己相關的案子 當然川普顯然做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到他特色這些人 你說像通俄門 其實這也是跟他有相關的案子 所以說他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這特色的對象其實通通都是 到目前為止多半都是他的親信 我認為這有兩層意義 對於川普而言 他現在特色這些朋友 你說完全是情意相挺 我倒不覺得只有是情意相挺 當然這也是一個部分 包括像他第一個特色的弗林 他始終都認為說弗林是他是蠻無辜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他也把他找到這個國安會 所以那個人本來就是他一個很重要的幕僚 這可能算是一個情意相挺 另外一點當然也是累積他的未來的政治資本 你沒辦法想像說現在川普就算他卸任之後 他就很甘願的怎麼樣 當一個真的是退休總統一樣 退位總統一樣 什麼事情都不做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他現在去特色他的所謂這些朋友 當然也是在為他未來的政治前途 或者是未來在政壇上面的影響力去鋪路 如果他連朋友都背棄的話 那他未來的核心的這個base就瓦解了 所以在這段時間其實我們看到 聽到不只是說他的這些少數的 像現在只看到15個 我們聽到很多都是尋求特色的對象 不管用各種方式希望去關說 希望去跟川普講 然後希望去表現忠誠 他特色的對象一定是對他非常忠誠的對象 這是情意方面 另外一部分就是對於他未來這次的考量 雖然說現在很多人去批評他說 你好像把這個特色的權力變成是 變成是在養你自己的親信 變成只對你自己人好 但是對他而言 不對自己人好要對誰好 對自己人好這一群人未來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會始終的在成為他的這個 成為他的未來可能的團隊 或者是成為支持他的這個盟友子 那何樂而不為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總統前提就是 每一個總統其實本來就有特色的權利 只是我們在川普的情況之下比較特殊 他特色的都是跟他相關的案件 於是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他會不會特色自己 這一點倒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過去從來沒有過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情況 沒有說自己特色自己的 那這一點如果做的話 那可能到時候有顯然會是一個司法上 需要大法官去進一步去解釋的案例 如果有人對於他特色自己提出意義 不過他特色別人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大家可能眉頭一皺覺得 你都在對你自己的親信好 不過這的確是總統的權利 好 我們謝謝余教授 不過剛剛提到除了對幕僚很好之外 川普接下來會不會對自己好一點 特色自己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了 而現在美國政壇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非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都會公開的施打疫苗 現在美國批准了莫德納以及輝瑞之後 即將滿80歲的傳染病專家佛奇 在22號也公開施打了 而施打之後他也受訪 他說他這麼做其實就是希望 可以跟全國的民眾來展示 現在疫苗非常的安全 好 教授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佛奇一邊玩起袖子 剛剛施打完就迫不及待 來跟大家喊話說必須要施打疫苗 這疫苗是安全的 不過除了佛奇之外 現任的美國副總統彭斯 還有總統當選人拜登 都陸陸續續公開接種了 這樣的正要的疫苗接種大秀接力登場 這是美國政府想要釋放什麼樣的訊息呢 現在對於美國而言 疫苗施打絕對是Number one priority 就像這個拜登自己都提到 他上任他希望能夠在這個很短的時間內 在4月在100天 有時候說希望打一億劑的這個疫苗 那因為這個疫苗其實都要打兩劑 那你必須要不管是輝瑞也好 輝瑞是打第一劑之後 然後三個禮拜又要再打 然後新的另外才剛上線的這個疫苗 其實是要相隔28天 所以必須要搶這個時間 不只是說打第一劑就沒事了 因為他其實還有follow up的第二劑 那目前為止其實就是需要鼓勵 民眾出來打疫苗 我們雖然說覺得看到這個疫苗推出 想當然應該是大家都會躍躍欲試 不過如果說這個疫苗一開始打 施打之後有很多的副作用 自然就會有很多人退卻 那現在在鼓勵大家施打疫苗這段時間 名人施打就變得相當重要 所以當然一開始就會去提到說 到底川普陣營有多少人會要打疫苗 當然彭斯就打疫苗 因為川普自己已經感染過了 他其實打疫苗沒有太大的意義 理論上他應該是有抗體 彭斯就變成是在這整個團隊裡面 現在行政團隊裡面等於是最顯著的 等於是高官出來先打疫苗 那佛奇打疫苗也更有更凸顯這個重要性 也就是說他自己作為一個防疫的指揮官 然後現在疫苗推出了他自己施打疫苗 告訴民眾說這是放心的 請大家趕快來打疫苗 當需要你打疫苗的時候就不要嫌麻煩 就先推銷這個疫苗推廣這個疫苗 推廣疫苗的重要性 我覺得現在不不只是行政團隊 不只是川普的行政團隊 也會是拜登行政團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謝謝余教授加入我們今天的全球第一線 帶來精闢的解析分享 教授 謝謝您 接下來觀眾朋友要帶您看到的是 英國出現變種病毒之後 超過50國震停和英國的交通往來 像是往來密切的法國也封鎖邊境了 所以來自英國的貨車都不能入境 就外媒從肯特郡空中來拍攝有大批的車龍 沒有錯 都排在高速公路上 這些貨車司機他們根本就動彈不得 整齊的排列者在等什麼 就是等法國邊界開啟的那一刻 BBC報導指出肯特郡 目前至少有2850輛的貨車被迫滯留 而經過英法兩國政府協調之後 法國方面終於已經同意 23號開始包括了飛機、船隻、歐洲之星的列車 都會恢復同行 並且允許法國還有歐盟的公民從英國入境 不過入境者呢 必須要拿出72小時之內的陰性檢測證明 才可以順利入境 而現在英國出現的新冠肺炎的變異病毒 全球都是高度警戒的 非常多國家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都對英國下達了旅遊禁令 不過美國目前還沒有跟進 那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變異的病毒株 9月份就發現了直到12月才在英格蘭的南部大爆發 流行病學家就觀察到了 這個傳染力增加了50%到70% 外界最擔心的莫過於這個病毒株 會不會有可能讓現在已經開始施打的疫苗失靈呢 英國的疾病專家認為其實疫苗要進化到 病毒要進化到讓疫苗失效 其實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再加上其實疫苗呢會有新版本 所以短期之內不會影響到疫苗的效力的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捲起了袖子公開接種輝瑞疫苗 醫護人員很體貼 紮針之前問拜登要不要數一二三 今年78歲的拜登符合高風險感染群的施打資格 週一他在德拉瓦州的醫院公開接種 希望藉此消除民眾對疫苗的疑慮 美國FDA核准的第二款莫德納疫苗已經開始施打 各州計劃把疫苗配送到四千多個地點 醫護人員是首批接種的對象 疫苗問世為疫情帶來的希望 不過偏偏在這個時候 英國又出現新冠肺炎變異病毒株 而且已經在英格蘭南部傳播開來 倫敦下令封城 全球現在也高度戒備 目前至少有40個國家對英國下達了旅遊禁令 不過美國還不打算跟進 英國爆發的變種病毒株其實早在9月就發現了 但直到12月才大規模傳播 英國疾病專家發現變異病毒的傳染力很強 比其他變異病毒傳染力高出了50%到70% 不過專家也不排除另一個可能就是這種變異病毒株 剛好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爆發 所以傳染速度才會這麼快 一聽到傳染力強外界不免擔心這是否是超級病毒 流行病專家解釋病毒隨時都在變異 在英國傳開的只是其中一個變異病毒株 所以並不是超級病毒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莫過於新的變異病毒株 會不會讓疫苗失效 大多數的專家都認為短期之內不會影響疫苗的效力 病毒要進化到讓疫苗失效得花上好幾年的時間 在此同時疫苗也會更新版本 短期內不用擔心疫苗失靈 所以廣泛接種仍是終止疫情最好的方法 英國 美國和加拿大等國都已經開始施打疫苗 歐盟也在週一核准輝瑞疫苗 歐盟的27個成員國 預計在耶誕節之後開始施打 歐盟執委會表示 輝瑞疫苗會在同一時間 配送到所有歐盟國家 另外他們也將在1月6號決定是否核准莫德納疫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病毒學家打包票 現在英國的變種病毒對疫苗來說暫時沒有威脅性 那什麼時候各國對於英國的交通可以解封呢 剛剛收到消息是德國宣布要把對英國的旅遊禁令 延長到明年的1月6號 也就是跨過耶誕節以及跨年期間了 而法國政府其實他們也宣布 23號午夜英法邊境可以解除 有些人可以順利的回到法國去過耶誕節 但現在歐洲疫情嚴峻之外 就連地球的最後淨土南極也淪陷了 空拍英國肯特郡大批卡車過不去法國 全部塞住動彈不得 玩如大型停車場 駕駛無奈只能客難坐在路邊湧殘 有卡車司機不買再這樣搞下去 也無法回家過野膽 夜晚多佛港更出現憤怒群眾 按喇叭怒吼叫囂 不滿貨運通道被中斷 但法國在48小時的禁令期滿後 總算放寬 法國交通部次長推文表示 法國和歐盟成員國公民 從23號午夜起 將再度獲得允許從英國進入法國 不過必須提出72小時內 病毒檢驗一性的證明 稍晚也會宣布恢復貨物運輸 不過德國卻宣布對英國 採取的旅遊禁令 要延長到明年1月6號 除了偏遠的島嶼和地區 去蘇格蘭五月後跟倫敦一樣 進入第四級警戒 長達三個禮拜 就怕疫情嚴重惡化 因為現在連地球最後一塊淨土都淪陷 致力南極基地也爆發疫情 軍方強調患者目前狀況良好 也調派人員替補維持正常運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美國和英國都陸續開打 新冠肺炎疫苗 大陸自主研發的疫苗情況又是如何 大陸的衛健委還有國務院 他們召開了記者會 表示大陸的疫苗上市 還要等待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最終解盲的結果 但是大陸目前已經有超過 100萬劑的緊急接種 而且當中有6萬多名接種者 去過境外的高風險區 但至今沒有收到一例 有嚴重感染的情況 而大陸的疫苗原則上 一樣也是要接種兩針的 在施打第二針的兩週之後 就會產生很好的免疫效果 而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透露 大陸預計在下個月 也就是明年的1月15號 完成高風險人群的接種 會有5000萬人先來施打 載運冷凍食品的貨車 一進場就進入全面監控 卸下來的貨 必須按批次一對一 存放指定兵庫 拿個比方吧 比如企業的員工 如果不戴口罩進入車間 這個外來的人員 不是個本企業的人員 進入這個企業了 他就會自動報警 所有冷凍庫一線員工 必須集中居住在工廠安排的宿舍 每週至少做一次核酸檢測 大連從15號爆發私立港口 冷鏈搬運工確診後 對冷鏈防疫升到最高級 21號卻又在天一例本土確診 和一例五症狀感染者 當地金浦新區被列中風險區 中小學幼稚園立即停課 截止目前金浦新區全員核酸檢測 共採集813504人次 其中有192567人次檢測結果已出 均為陰性 進入12月以來大陸還是有10多個省份 陸續通報在冷凍食品或外包裝 檢測到新冠病毒 冷鏈物流人員也被列入 大陸新冠疫苗優先接種名單內 大陸官媒人民日報旗下健康時報報道 更透露這些高風險人群首針將在下個月15號完成接種 預計會有5000萬人施打 但大陸研發的新冠疫苗上市卻還沒有明確日期 我們走得比較快的研發企業 剛剛獲得可以用於三期臨床試驗 中期分析或者是終點分析的病例數 目前他們也正在滾動提交相關的資料 儘管還未上市 但大陸國務院官員表示 已經有超過100萬劑的緊急接種 其中有6萬多名接種者去過境外高風險區 至今仍未收到一例嚴重感染的狀況 大陸新冠疫苗接種 原則上還是必須打兩針 產生免疫效果最佳 另外專家也提出施打建議 像是接種後需留關30分鐘 不要同時接種兩種不同類型的疫苗 孕婦慢性病等患者不要接種 下個月大陸研發的新冠疫苗也將送抵香港 香港的第四波疫情已經讓港府決定在延長幼稚園和中小學停課時間 直到1月10號 面對因為疫情停擺的商家 港府已經決定啟動第四輪抗疫基金 金額打港幣64億 酒吧和餐廳是這輪抗疫基金主要資助對象 但夜首保護院得到的補助款大部分都用來繳租金根本不夠 更有立法會議員質疑 比起第三輪抗疫基金港幣240億 這回金額大幅縮水 擴及的層面也不夠廣 飲食業你們是幫緊這次 但是有些直接的下游行業 例如我們之前一直都說的洗衣洗碗行業 你們又不支持 洗衣洗碗上一次我們有給他 但這次我們沒有叫他刪 上一次我們大氣候的環境就幫這些企業 所以這次我們只會刪那些廚所 抗疫基金無法面面俱鬥 港府也宣布不再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 香港企業的裁員籌恐怕更加嚴重 無法擺脫疫情的香港 經濟陷入惡性循環難以復甦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收到新冠肺炎的影響 東京奧運已經延到明年的夏季舉辦 追加了大量的費用 現在日本東京的奧委會和東京都政府宣布 奧運和殘奧運的舉辦經費 要一口氣上升到154億美金了 奧委會也證實延後舉辦奧運 其實讓成本增加了22% 而防疫措施就要花掉9億的美金 連開閉幕的費用都大幅度的增加 儘管現在是以簡化為主要的訴求 甚至還要壓縮藝術表演 但是預算二度的提高 其實比當初深奧估計的金額 還要增加了46% 很有可能讓東京奧運成為史上花費最多的奧運活動 不過砸了這麼多錢 日本的民眾卻對東奧沒有信心 NHK的最新民調顯示 有63%的受訪者認為 奧運應該再度延後甚至取消好了 不過疫情之下奧運賠錢 也有一些業者是不斷的迎接宅商機 要帶您看到的是 疫情期間大家都待在家裡帶動了非常多的產業 首先看到的是 宅家家沒事做很多人都開始追劇了 今年可以說是串流平台的爆發年 從2月到5月以Netflix為例 新增了1600萬戶的新訂閱用戶 再來還要看到的是社群平台 出不了門不免俗的要在社群平台上交流感情了 所以Facebook旗下的使用平台人數也增加了15% 跟前幾年的衰退是兩樣輕 還要看到的是Sony相關的硬體設備銷售高於過去的 百分之175% 更別說今年Sony有新的PS主機公布了 都是帶動了這個宅經濟的商機 還有另外看到的Zoom 如果您是在居家辦公的朋友 應該很熟悉了 開會或者是多人會議都會用到這款APP 它的股價也比去年12月漲了一倍 另外在美國還有線上單車課程 銷售量也是增長了60% 因為疫情的影響 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 可是這樣的封城措施之下 沒有辦法上健身房 那麼在家只能自己做訓練了 還有Amazon今年4到6月 銷售額飆升了40% 很大因素都是因為封城或者是避免群聚 大家開始越來越依賴網購了 不過新冠肺炎也有悲傷的一面 讓很多人面臨生離死跌 新創公司就刻意模擬了聊天的機器人 希望可以讓還活著的人一解相思之苦 疫情來襲我們與死亡的距離變得更接近 也開啟了更多科學家對生死不同的思考 死亡跟數位這兩個字連在一起 乍停之下風馬牛不相及 但每天留下來的數位痕跡 或許比我們走過的路還更珍惜 把數位版本的自己保留下來 就好像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在網上做網絡 我做很多網絡 Facebook Twitter 我做YouTube影片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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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人們要記錄我 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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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不會代替她 儘管還在發想階段 用數位的方式 存取一個人之一生的故事 也成為新興的產業 不少新創公司打造所謂的數位永生 Hello Are you there dad? How did you meet mom? The meeting of mom was at a rehearsal an afternoon rehearsal 維拉河利用跟父親 20個小時的錄影對話 以及大量互動的文字照片等等 把兩人的互動回憶都轉換成數位資訊 最後模擬出能傳遞出訊息 還能對話的聊天機器人 就有如數位版的父親 能持續陪伴著維拉河 Dirty golden bear is watching from the sky Do you interact with your dad via the thought pretty often? I call this have him sing one of his songs or tell one of his jokes and I heard them all before but there's just something in hearing his voice that's comforting 維拉河的新創公司 還能把這樣的聊天機器人 跟亞馬遜的語音助理做結合 透過語音系統 Lucy就像是在耳邊 訴說著只屬於她的故事 如果覺得只有語音不夠真實 也有被引力組織 在研究怎麼把這些數位資料 跟機器人的運作作結合 reanimate that to a new form like an avatar or download into a robot like Bina48 so let's have a chat then 以生計企業執行長 羅斯布拉特的老婆 Bina當作出席 這個機器人 從臉部表情到說話的方式 都是模仿Bina的遊戲 I think you're right I don't think you're right so everything that is in Bina48's mind file 85% let's say came from our interviews with Bina and I'm a reporter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reporters make me nervous 光是這樣只有一個頭部的仿真機器人 造價至少要13萬美金 背後還要有AI運算系統 需要大批的人力還有物力打造 就算不是機器人 要保留下數位版本的自己 或是親人 收費並不便宜 Hereafter.ai is a paid service It starts at $295 or $7 per month by subscription for one hour of life story interviews 價格高昂之外 引發更多爭論的還是人心上的思考 諸位永生會是在世親友的安慰 還是成為走不出背上的依賴 You should just let go You should forget You should move on We do try to remember We do keep photos We do look at old writings We go to our memories But they're all just They're imperfect tools And it's just a tool For reminding me of my dad 有些人相信 透過這種數位的保存方式 肉體就算消失 仍然能存生永存 但也有人認為 離世之後 就應該連生前的數位痕跡 也一併除 在新科技跟生活密不可分的現在 數位生死提供了完全不同角度的思考 同時也創造了以往我們 從來沒想過的新商機 紀元幣新聞 做客報導 美味油脂豐厚的神護牛 只飼養在日本的冰庫縣 血統非常純正 一年只有3000隻 Focus帶你一同去品嘗 看這個豬肉 我真的要看這個 這是A5蝴蝴蝴蝴 才猜這一塊要多少錢 一口神護牛排要價2700元台幣 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美國牛肉進口商在疫情爆發前 花了50萬美金 從日本進口一貨貴神護牛 達到雙降指數12的神護樂眼牛排 全美只有40塊 為什麼神護牛如此昂貴 日本認為是華牛是國的貨物 華牛是英文的代表 華牛是英文的代表 而在賀貝的上海 它的標準更加密切 神護牛只源自日本冰庫縣 但當地只有少部分 符合高標準的牛汁 才允許被稱為神護牛 賀貝的牛肉只有3000隻 每年 可能20%的牛肉都在日本外出 所以你能看到 賀貝的牛肉是很少 你只得到日本外出的牛肉 只得到日本外出的牛肉 想揭開神護牛的美味秘密 當然得親自走一趟生產地 美國網紅來到日本冰庫縣 發現這裡的牛汁 生活在空氣清新的鄉間 相比美國牧場大好幾倍的牛舍 吃的是高級飼料 他最主要的牛肉 是牛肉和水 他最主要的牛肉 他最主要的牛肉 最高的牛肉 是美國最高的牛肉 那就是他餵牛肉 那就是他餵牛肉 不只如此 主人還餵牛汁 用玉米 大豆殘渣和粗糧 混合製成的點心 一天三次 牛舍定時噴灑消毒液 讓牛汁保持乾淨不染病 坊間流傳的神護牛似玉傳說 到底是真的假的 所謂的神護牛 不是牛肉品種 而是品牌 日本和牛有四個品種 其中產量最大的是黑毛和牛 神護牛不產於神護 而是產於冰庫縣的淡馬 美頭牛的歷代祖先 無一例外都生長在冰庫縣 焦貴的神護牛拉拔長大後 能為主人拽盡多少錢 還得看肉質等級才知道 這個文章代表是燃燃 或是燃燃燃的量 或是燃燃燃的量 在一隻的食物中 這個文章代表是 這個文章代表是 最少的食物中 是燃燃的 這個文章代表是 1 最少的肉 到5 最少的 以日本的評測標準來說 雙醬時數12就是最頂級 達到這個標準的牛肉 就會像這樣幾乎滿部白色油花 把整塊A5神護牛排放下去烤 吃吃看到底有多美味 這感覺很好 我開始咬 它就溫溫了 它就像一種的 咬咬的咬咬 你吃它 然後它就像90$ 高價的神護牛 到底值不值得 見仁見智 根據2016年的統計 全美獲得 販售神護牛資格的餐廳 只有8家 但卻有不少店家 以掛羊頭賣狗肉的心態 糊弄消費者 美國記者實地追查 不只小店疑似造假 連紐約知名大餐廳也餘目混珠 他花了110美元 端上出的神護牛排分量少得可憐 後來我請了管理人 去看他們的賣狗肉證明 我確定我們有賣狗肉證明 我們可以看到嗎 我確定你可以 你想去那裡帶它 去那裡帶我們嗎 當然 他不會回到 店家被記者抓包 事後緊急來電認錯 立即將菜單上的神護牛字樣 改成日本和牛 也就是沒那麼貴的日本牛肉 稀有的神護牛得來不易 打著這塊招牌 招搖撞騙的假貨重拾市面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 想一嘗神護牛的美味 最好先探聽清楚 才不會當了原大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